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紫时 紫时 他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误解的一个时间 其他的时间都不会 但是就只有紫时 因为一般人总是会跟你讲 紫时就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一点 所以他会跨日子 但是在五行派 我实际的批命 我们是分为凿丸子 凿丸子其实是同一天 他是同一天 什么叫凿子 凿子就是一天的开始 丸子就是一天的结束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一天的开始就是00到01 这是凿子 怪01到03 丑 23到24他是丸子 所以 一天的开始 一天的结束 他们相差了22小时 他并没有跨日 各位你要了解 他并没有跨日 所以 你了解了以后 各位 你了解了以后 你要了解 藻丸子其实是同一天 他并没有跨日 他唯一 藻子跟丸子的差距 他会差在哪里呢 他会差 他他会差在石杆 其他的7个位置 都是一模一样的字 所以我们在批子时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清楚 用我们现在的时间 用我们现在的时间去判断 他跟你说 他是1月1号的子时 这时候你要怎么问他 你是1月1号的00时15分出生的 还是1月1号的2、3时15分出生的 这时候他跟你讲他是00时15分 你就知道他是藻子 他假如是讲2、3时 那就是当天的丸子 所以子时都是在同一天 那这一天完了以后到隔天 那是隔天的藻子 所以像有些派别 他是子时 他就算隔天 像有一次 我就在帮一个客人批命 他就是子时出生的 我帮他批的时候 我把八字排出来 他就跟我讲 老师我不是这个八字 我一看 怎么可能不是这个八字 我在那边怀疑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因为他是子时 所以应该跨日 也就是帮他换算这个八字的老师 一定把他换隔日 所以我就写了另外一个八字出来 当我写这个八字出来的时候 这个客人就说 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八字 那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跟他笑一笑 我说 你不是这个八字 因为他换了以后 他把他换隔日 就是日柱改变了 他的八字 从原来的食伤身材 变成商官客官 在这一种情况下 商官客官去找命理师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感情出问题 去找命理师 用他原来的八字的话 是食伤身材 根本就没有关 他怎么会那个感情的问题 所以他就换了隔日 换隔日以后 他就变成是商官客官 那这样子就符合八字了 就跟他讲 你这个就是因为商官客官 所以造成你感情不好 然后这个客人就很担心 很担心了以后 他就跟我讲 老师 那个某某年 这个老师跟我讲说 我在这一年没有结婚 我以后就没有婚姻了 我看了一下说 你那一年会结婚才有鬼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一年就破关 所以更不可能结婚 所以他就很紧张 我就跟他讲 你这个八字其实是食伤身材型的 所以他是比较适合往销售 经商这边去走 结果他这个客人隔年又来找我 然后就跟我讲 老师 我要更好 为什么 因为他在前一年 他去做房仲 他就赚到钱了 所以他在新的一年想要说 看看能不能够更好 然后当时候我就有笑笑的问他 那你的感情呢 他就笑一笑说 老师 钱先赚到再说 感情 反正也还没到 不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他已经知道 他的运程是什么走了 他已经知道他的运程是怎么走 所以 当他知道的时候 自然他就不会去care 反而他就会专注 他应该在走着这一条路上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在子时里面 很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 因为很多人都会跟你讲 古代的时候11点就算隔天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11点不算隔天 更何况 五行派 他是比较贴近于现在的八字 他并不是传统学派的八字 所以他有更精准的时间划分 我当然就是用更精准的时间划分 所以会分为凿丸子 他会分为凿丸子 而凿丸子其实就同一天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以前古人是怎样 以前古术是怎样 请你看清楚 五行派八字 什么叫五行派八字 他不是传统命学 所以你不要用传统命学在跟我讲 我一概不承认 我一概不承认 而且我也批过 都是照早晚指走 而不是跨日换日 所以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讲 而且我们在批命是以月份在做几准 不是 这个大运几岁到几岁会怎么样 那种是垃圾批吧 我们不是这样批 这一年哪几个月要出问题 这一年哪几个月 哪方面会变好 是以月份在做几准 所以他的精准度不是那种沾点边就赖 因为他是到月份里面 所以一旦时间出现了错误的时候 你不要说月份连批对都会有问题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指食他就是这一种情况 然而这时候又会跳出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很容易有两种的在增值 第一个 他说要北京时间 一个叫做真太阳时 我先跟各位讲 真正要用的时间叫真太阳时 并不是北京时间 为什么 我今天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你们有没有算过外国人 请问外国人他们的八字要怎么算 有的人会把他换回来中国的时间 这是错误的 因为八字他用的是真太阳时 所以你不能够换他的时间 例如他跟我们差12小时 结果他是晚上12点出生 你换了一个时间 变成中午12点 我想请问你 他出生的时候有太阳吗 他是半夜12点 为什么你再算他八字的时候是中午12点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 你怎么会换一个太阳给他 这就不是他的八字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在算八字的时候 都是当地的出生时间 换真太阳时 也就是他在美国出生 就是用美国的时间 然后去换真太阳时 各位 真太阳时是不会超过两小时的 你不要把他给我换一换 又变成又变成换时区了 那个叫时差 不是 所谓的真太阳时是很短的时间 像在大陆来讲 因为大陆通常都是用北京时间 他们现在统一用北京时间 所以他的出生 我们假如把他的省份限制打进去 时常是提早半小时 或往后半小时 所以各位要知道说 手表时间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时间 在台湾 我有一个学生 就是管台湾的时间 台湾的时间 我跟他讲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他就说 本来就要用真太阳时 台湾的时间 他要往前一小时 或者是往后一小时是看他的 可是他无聊做这种事干嘛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到一件事 原来我们手表的时间是可以调整 所以 手表的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 我们要的是太阳经纬度照射下来 他的这一个真正的时间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真太阳时 他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算过五个国外的 那五个国外的 他就是 德国 应该是法国 法国 英国 还有一个伊朗 这三个都是外国人的八字 都是他的老婆来问我的 那还有两个是华侨 一个出生在夏威夷 一个出生在德国 都是用他们当地的时间 换真太阳时而已 所以并没有把他们的时间换回来 各位你就会知道 那跟北京时间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嘛 了不了解 没有关系嘛 因为在国外 他就是用他那里的时间换真太阳时 所以 你只是因为你生活在中国 所以你用北京时间 但是我还是跟你讲 就是换成真太阳时 了不了解 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说 什么北京时间又是什么东西 我简单的讲 北京时间是你们现在在用的 清朝的时候有北京时间吗 明朝的时候有北京时间吗 宋朝的时候有北京时间吗 那八字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各位你去想想 你就会知道 这种逻辑他就是不对的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在学八字里面 很多人他会有的一个错误的点 所以各位 这个时间的观念很重要 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说 在批八字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什么 而不会 拿了一个错误的八字在那边批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迷思 所以在时间很容易都搞错 八字的出生年月日没有问题 但往往就是在时间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然时间一错 你的八字当然就批不准 所以我们要特别去重视时间这种情况 以免到最后 因为时间错误 你批错了 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开始跟人家鬼城 这是在学八字里面很容易常有的问题 所以各位 我所讲的外国人是非常严格定义 就是出生在国外的 我不是说 我在台湾 假如我要广义的话 那大陆的算不算是外国人 马来西亚的算不算 新加坡的算不算 我没有把他算作外国人 我都是把他当作是同样的 了不了解 他们跟我们同样 我只要把他的真太阳石找一找 这样就好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算命 其实到最后 我还是要跟你讲 你一定要实际的去操作 而你在实际的操作 你不要批那种模拟两可 你要知道 当有人来问你的时候 他是要问什么 我明年会怎样 我后年会怎样 我明年拿几个月会怎么样 我明年拿几个月又会怎么样 你要这样去批论 你才会了解什么叫八字 你不要跟他讲说 你以后会怎么样 那以后多久 你没给他一个时间点 你说晚年运走得好 晚年运到底是几岁 你也说不上 所以这一种批命都是一种 很模拟两可 打迷糊仗的情况 所以我都会跟你们讲说 批命不要批久 你只要批个今年 去年 你只要把他这三年批一批就好了嘛 为什么这三年 因为又很近 所以我可以 我的记忆力还很清楚 你不要跟他讲他小时候怎样 那个时间都太久远了 他根本记不起来 你只要把这三年可以批的准 然后再帮他批个明年 明年什么要注意 哪几个月要注意 哪几个月是好的 哪几个月是坏的 各位 这样就很有用了 而且 你也才能够真正的去验证八字 因为时间很快就到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批的是对还是错 我时常在网络论坛会看到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批的苍苍久久 然后提问者 他怎么提问 到底是谁说 我这个大运我会怎么样 或者是说我10年以后我会怎么样 为什么时间过了 我并没有这样 你在网络论坛 你会看到这种 各位 他帮他批10年以后 经过了20年 他没有像他所讲的那样 可是我想请问 他找得到当时候批他的人吗 找不到 批他的人有办法去帮他做验证吗 也验证不到 批10年后 我还要追踪他10年 你想太多 但是你假如是帮他批明年 明年很快就到了 就会知道你所批的对或错 这样子你就有真正的验证 就像有一次 一个客人来跟我讲 老师我今年就只找你 我说你干嘛今年只找我 我去年是不是有来问你 我能不能结婚 我说对啊 对啊 我知道 只有你跟我讲我不能结婚 还会破财 其他的命理师都跟我讲 这个财合进来是我的 我可以结婚 结果我选择要结婚 到最后被骗婚 还被骗钱 所以今年我只找老师 各位 这是什么情况 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我很快就验证 跟我所批的一样 代表姐跟我所批的一样 这个就是验证 这个就验证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 其实我是会跟你们讲说 在批命的这个过程 由短而慢慢的圆 由近而远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因为你进了 你批他一年 然后很快就验证 那来讲 你才会知道 你真正的批命水平在哪里 然后你才可以批两年三年大运的这一种的情况 你才会比较有把握 否则的话 现在的八字 你去看 很多人都是给你批的长长久久的 批的远远的 可是 叫他批现在 叫他批明年 就开始吱吱吱吱了 奇怪 为什么你都可以把我的方向 算的一清二楚 为什么我只是想问你 我明年会怎么样 你就吱吱吱吱的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只要时间越近 你就越有机会验证 你就会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 而不是批的长长久久的 到时候你批错了 也没有人找得到 所以在学八字 我都跟学生讲 你不要批那么长久 你批他今年 批他明年 就很了不起了 然后再来去追踪 他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假如有的话 你自然就会累积 你对八字的信心 而不是像一堆人 其实他可能在网路上批了很多人 可是他验证的机会 没有多少 因为很多 他都批的久久远远的 根本就无法验证 就像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网友 他就在我的文章下方 在那边讲 这个八字是怎样 三年以后我们来做验证 我跟你有三年的时间 是不是 各位 三年的时间以后来验证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明年来验证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两个月后来验证 为什么要讲三年 我靠 慢 时间还整久 这种批命 都没有用 了不了解 这种批命都没有用 所以各位 要记得 批命的时候 由近而远的批 而不是批的长长久久 这个就是现在人在 学八字 他的一个很大的盲点 所以 变成是八字 是一种 现在的八字 人家都会骂说 他妈在 在那一个鬼扯 在那边 怪力乱神 封建民性 其实八字 并没有到那么差 而是 你们在学习的方向 其实都是反其道而行 学到的 都是害怕验证 因为你害怕 你会错 所以你都批的远远 但是 学八字 就是要从试错中去慢慢的去修正 让你自己的学术越来越精进 所以照道理讲 应该要批他 近很快的就可以验证 但是 现在的人就因为害怕错误 害怕丢脸 所以很容易批的 叫做天花乱坠 像玄学一般 可是对于当事人 没有太大的帮助